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童家 我就是画《就爱吃水果》这本书的人 新自然主义出版的这一本《就爱吃水果》 我总共花了两年的时间 搜集了所有台湾自己有种植 有生产的各式各样三十几种的水果 里面介绍了水果的各种的吃法 挑选洗切 各种各式各样的水果的特性 跟我们怎么样吃它的事情 把它画得像故事一样的好玩 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 我们那么爱吃水果 然后台湾是有各式各样这么多的水果 可是有的时候小朋友没有那么爱吃水果 所以透过这一本书 其实我们一方面鼓励小朋友多吃水果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透过这书里面的介绍 我们来跟小朋友一起选水果也好 洗水果也好 切水果也好 都是很好的亲子活动 像是这本书最一开始的时候 有介绍木瓜 木瓜这个水果在台湾是非常的平民化又普及 然后四季都可见的水果 而且也很便宜又好吃 那在这个木瓜这个单元里面呢 其实我自己在画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到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我小时候呢 木瓜都是长得非常高 然后长在非常高的树上 可是呢 台湾的果农非常的聪明 就开始呢 让木瓜矮矮的 而且种在这个网状的像蚊帐的地方呢 可以防虫又好吃又好摘木瓜 这些在书里面都有特别的介绍 比如说呢 你去买木瓜的时候 常常不知道 这个木瓜到底熟了没呢 到底能吃了吗 怎么样才能判断木瓜到底熟了没 在这个书里面也有特别告诉我们 那我自己呢 吃木瓜的经验呢 最有趣的就是我小时候 我的爸妈妈妈常常就是把木瓜呢 切一半 然后我们一人得到半个木瓜 自己把籽挖下来 然后自己拿汤匙 一边挖一边吃 还有呢 偶尔也会呢 把牛奶倒在里面 一边挖着木瓜 一边配着牛奶 这些有趣的不同的吃法呢 在这本书里面呢 都有特别 花成了这个不同的步骤 所以可以让我们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呢 都一起来分享木瓜的特性 还有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呢 让木瓜变得更好吃 那我自己的经验呢 其实木瓜呢 它除了自己直接吃之外 它其实也有各式各样的 跟牛奶 跟杏仁茶 跟很多东西的搭配 所以透过这个书里面的介绍呢 我们大人跟小孩 可以一起来分享吃水果的乐趣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本 就爱吃水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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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